在今天台南新增了一例 跟案18533是夫妻关系 由于两人曾在高雄用餐 因此同样归类在同一个群聚 那么这名新个案19561是工地工人 曾经在1月22号去善化市场 而1月23号的足迹 则几乎跟老婆案18533重叠 再来是1月24号 曾经自行骑车去胡错里商店买肉粽 相关人现在也都被匡列裁剪 那是案18533的先生 那因为他们是共同居住的密切接触者 那因为他在18533确诊之后 他就被匡列起来了 所以他也没有在外面趴趴走的状况 确诊的个案 他是一个善化区60多岁男性 那是我们昨天公布18533的先生 那他本身现在CD值是30.2 1月24号抗原快塞阴性 1月25号出现喉咙不适的症状 那因为案18533确诊 所以我们同时安排他到去做我们核酸的检测 后来是阳性 那在他的活动史方面 1月22号自行骑车到善化市场 7点半到8点10分 那1月23号其实这个足迹就跟我们的18533就是几乎是重叠了 包含早上到东宁虾仁饭 那到新化年货大街 那有到全联山化中正店 有到王家面店这些 那1月24号有自行骑车到胡处理商店买一个肉粽 早上6点到6点315的时候 所以我们自我健康监测 有匡列8位肉粽店的职员1位 案18561职场的接触者7位 他本身是在工地工作 所以其实工作也相当单纯 然后也没有很多的这个接触者 那目前匡列者我们都已经都已经裁剪 那裁剪报告出来会尽数跟大家报告